今天我們的Budder想喝家單元邀請到的是美食家也是原石咖啡的創辦人王俊元 俊元你好 俊元姐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俊元,我每次到你們的原石咖啡最喜歡的就是在餐後 然後聽俊元來說最近的咖啡他應該介紹我什麼 那我之前每次都點的是我的南投故鄉的 是水洗的埔里咖啡豆是不是 魚池香的水晶咖啡 是魚池的水晶,他是水洗的 水洗的 那當時我是連水洗還什麼的都不同 都沒有什麼概念 就是從網路上來慢慢跟俊元學習 所以俊元今天幫我們帶來就是 現在我們的咖啡豆不必要去買國外的 是我們台灣自己的咖啡豆已經站起來了嗎 因為我們台灣的咖啡其實有一段發展的歷史 那我跟大家介紹 想要從1880年代 我們台灣第一個咖啡樹是英國人帶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喝咖啡的歷史是非常久的 是從清朝 英國人就把一棵樹帶來台灣 種在哪裡 種在三峽 然後後來這個日本人來之後 他大量的種植咖啡 甚至那個時候我們的咖啡都還有外銷到世界各國 難以想像不得理解 我只知道水瓶子老師在到我們節目的時候有提到了台灣的在大稻城的咖啡歷史 然後我也記得那個時候有什麼明星咖啡屋 然後大稻城有很多叫女給就是咖啡店裡面 可是沒有想到我們的咖啡豆是從清朝到日本的時候還外銷出去 哇太神奇了 對因為我們其實台灣非常適合種植咖啡 那我們在後來當然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就這個日本的外銷整個就停止了 那我們也就沒有再種咖啡了 那後來到近期其實是到2000年的時候 那我們政府才開始又鼓勵農民種咖啡 但是他種咖啡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我們那段時間常常有地震 然後有颱風就土石流 我們就發現說山區都是因為水土保持不好 種了太多檳榔樹 所以我們的政府他就想一個辦法就是說 我們先鼓勵農民在檳榔樹下面種咖啡 因為咖啡它的根比較深 可以做好水土保持 而且它又很適合種在別的樹下 因為咖啡它不喜歡太陽照射的時間太長太久 所以這個時候就鼓勵了很多農民去種咖啡 所以那時候咖啡種最多的就是 台南的東山 然後雲林的谷坑 還有南投的國姓 這也是我們在差不多2000年的那段時間 突然發現說我們台灣又有咖啡 那我們聯想到的就是谷坑咖啡 東山咖啡 就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那我一定要補充 南投的故鄉 那個時候你就高速上路一下去 滿山全部都是檳榔樹 那土石流來真的很可怕 我還記得我一個朋友 我們都叫他檳榔王子 因為檳榔的經濟價值在台灣真的很高 台灣補兵兩人也是不少 那但是那個時候他就是覺得這個不好 想要把它改種成咖啡樹 還有紅茶 阿薩姆紅茶那種什麼紅茶樹 可是家裡還是要經過革命 因為檳榔是現成就很好賺的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政府就想這個辦法 因為咖啡你先種下去的時候 檳榔先不用砍掉 對 兩者可以並存 那當然是希望說有一天 如果你咖啡產業發展的越來越好的時候 我們就漸漸的改種咖啡 不要種檳榔 就可以讓水土保持做得更好 那麼山峽那顆 英國人帶來的那顆咖啡樹還在嗎 那個現在已經不在了 對 那後來其實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是 當初是為了水土保持 鼓勵農民去種咖啡 所以說實在那段時間的咖啡 很多熱愛咖啡的朋友 喝了台灣咖啡之後有點失望 因為他覺得說台灣咖啡又很貴 那為什麼貴 是因為我們的土地成本跟能力成本 就是在那邊 沒有辦法跟國外那種一磅 兩三百塊的豆子去比 對 但是我們的種植 因為當初是為了水土保持 所以可能這些農民 還沒有很認真的去研究 所以變成種植出來的水準 又沒有辦法達到 像我們可能一磅都賣到 一兩千塊這樣的水準 所以其實那一波咖啡 反而讓大家有點嚇到 有點失望說台灣咖啡怎麼又貴又難喝 但是呢 到了2009年 這是台灣咖啡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就是 當然有些莊園 他們還是持續的去進步 持續的去努力 想辦法種出好的咖啡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呢 台灣有一個咖啡莊園 那被這個美國精品咖啡協會 他每一年會選出12個叫金杯獎 就是這個年度最好的咖啡 那我們台灣有一支咖啡 進到了這個榜上 所以這樣重新讓我們熱愛精品咖啡的人 認同說 其實台灣有能力 種出是世界頂級的精品咖啡 喔 講一下講一下 那這一個是全球哪些國家參加 只有10杯 其實這個是全世界的咖啡 對 那由美國的精品咖啡 其實會去做一個評選 所以能夠進到這個金榜 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也是對我們台灣的這個品質 一個很大的肯定 那當然除了這家莊園 有很多莊園都是持續在努力 所以當我們 因為我們的成本 不可能去跟國外那種 兩三百塊 甚至一兩百塊的豆子去競爭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品質往上去提升 到符合我們的這個可能一半需要賣到一兩千塊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精品咖啡醬的水準 所以除了這一個莊園之外 那剛才講的這個進榜的莊園叫做熱帶舞曲莊園 熱帶舞曲 它是在哪裡 它的位置就在阿里山 喔 了解了 阿里山是真的種茶種咖啡都是非常棒的氣候 還有水土保持也是 目前阿里山在產區裡面 它是一個台灣非常強的產區 因為它的海拔 它的氣候非常適合種植咖啡 那它又在北迴郭縣附近 這個是一個非常適合種植咖啡的緯度 那其實以前阿里山種很多茶 那茶園我們的印象中就是 可能到下午就是雲霧繚繞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像我們剛剛講說 咖啡它不喜歡太陽照射時間太長 所以那樣的環境就正好非常適合這個咖啡的種植 所以台灣很多這樣子的這個山秋的這樣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適合種植高品質的精品咖啡 是 那2009年金杯獎的這一家庄園 是否因此又大賺了 其實要大賺是有點困難 對 但是因為知名度打開之後 那其實讓很多 第一個是讓消費者的信心重新回來 因為前一波消費者 他就覺得說台灣咖啡又過又難喝的時候 很難推出去 但是我們得到肯定之後 其實讓我們的市場上的消費者信心重新回來 而且我們台灣的消費力 在精品咖啡上真的是非常的強 那跟袁姐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今年度有一批特製的叫日曬藍山 以往真正的亞馬加藍山的數量就非常非常的稀少了 但是他只有一種做法叫水洗法 那今年度他們特別做了14桶叫做日曬法的頂級藍山 那這14桶賣到日本去 那我們台灣人從日本人手上又買了10桶過來 台灣人超厲害 對 全世界最特殊的日曬藍山 買最多的就是台灣人 那我們台灣人在這個最頂尖的咖啡豆的市場 比如說像現在最貴最紅的 剛剛講的那個價錢很可怕吧 他生豆的價錢 因為他那個一個桶都是非常大的桶 那他那個生豆其實一公斤就要 廠商的報價大概都要兩三千塊以上 那是一般普通咖啡的多少倍 大概十倍吧 嚇死了 所以真的是高經濟重物了 對 但是台灣等於說在這個非常高價的精品咖啡的市場 其實他是有這個消費力 那在平價的市場 像我們一般在便利商店 其實大家喝咖啡的風氣很盛 對 所以其實台灣在整個亞洲裡面 是咖啡產業鏈最完整的一個地方 也是最適合發展精品咖啡的地方 對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會想到咖啡 日本咖啡也很強 但是因為日本它的位置太北邊了 它沒有咖啡莊園 沒有辦法種植咖啡 那台灣是整個產業鏈 從最初的咖啡莊園的種植 對 到整個後製處理 到烘焙 然後到最後的出杯的呈現 那我們的市場裡面 高價的消費者也有 平價的消費者也有 但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所以是非常適合發展精品咖啡的一個市場 對 你這樣講起來 台灣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每個轉角都有一個動人的咖啡屋 咖啡廳 然後你遇到年輕人 十個九個你問他說 你未來想做什麼 他說我好喜歡喝咖啡 所以我好想開一家咖啡廳 那當然市場上面也有那種 它就是一人的咖啡廳 那賣到了 你每天在外面就是要排隊 裡面也才三個座位的 所以從咖啡豆到消費者的市場 已經全部都已經成熟了 那這樣的台灣精品咖啡的消費力 產業鏈都完整了之後 我們現在不應該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把咖啡做得越來越精緻 那我們台灣的整個科技實力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做到咖啡 像早期如果你問這些農民說 你種的是什麼咖啡 他可能就跟你講說 我種的是阿拉比卡 因為早期我們認為阿拉比卡 就是一個好的咖啡的代名詞 但其實阿拉比卡往下細分 它有好幾百個品種 但是其實早期農民他拿到種子 可能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他到底是藝劑還是鐵皮卡 還是波旁有太多品種 那現在他們做到什麼程度是 他們直接栽葉子去實驗室化驗他的DNA 所以他到底是哪個品種都搞得一清二楚 家族爸爸媽媽是誰全都找出來了 所以他這樣子精品咖啡 甚至你要外銷到國外的時候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都不能打迷糊仗了 你到底是什麼品種 那包括你種植的方式 甚至後製的處理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需要背後 我們整個產業的支持 那像我們在後製處理上 我們現在很多的莊園 都直接使用乾燥機 那我們台灣機械的能力很強 像我們這次口罩國家隊 馬上這個產業鏈支撐上來 其實咖啡也是一樣 當我們莊園需要專業的咖啡機 那莊園提出想法之後 我們馬上就有機械廠商 可以實現他的想法 去做出一個非常適合乾燥咖啡的機器 那去年的這個全國賽的冠軍 周竹園 他們就是因為有了這台機器之後 做出品質非常好的日賽豆 那就拿到了冠軍 周竹園是在哪裡 也是在阿里山 阿里山上 現在講了幾個阿里山的故事 談的就是台灣精品咖啡發展的歷史 真的讓人家非常感動 你一天幾杯咖啡啊 我一杯一天大概都四到五杯 也是深度咖啡的使用者 所以整體來講台灣的咖啡豆 應該朝精品的市場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們平常在操商喝的 那個都是國外豆的吧 對 因為其實我們超商買的這種 但價格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土地成本跟地利成本 比較高 不可能去跟別人拼那種一磅 一兩塊的豆 一般的豆我們就放棄了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升我們的品質 那符合這個水準 那其實台灣有這樣子的消費市場 好像這一次的阿里山的比賽 這個七月初才剛辦完 他一季杯的冠軍這支豆子拍賣出了一公斤一萬八的高價 其實這次的比賽他辦得非常完整 所以在會後直接把冠軍都拿出來拍賣 那其實這個價格 比如說像平常他們這個豆子的價格通常是可能賣到兩三千塊 就是以一季深豆來講 這樣講一下聽不懂啦 一杯咖啡大概要多少錢 就原本 就是成本價 以你進貨了之後 然後你的成本不算 然後你這樣的一杯咖啡 你的老闆 這個咖啡店老闆成的一杯是多少錢 比如說像剛才講 一公斤一萬八來講的話 它是生豆 那生豆我們還要把它烘熟 烘的過程當中它會會吸水 就是水分跑掉會變輕 大概會損失20% 那就差不多是 我們大概是算說一磅啦 因為通常買咖啡算棒嘛 一磅的咖啡成本 就咖啡店的成本大概就要一萬塊了 那通常咖啡店在賣都要乘以二或三以上在賣 所以等於是說它的變成一磅的價值可能是兩萬到三萬 所以如果跟平常我們買一磅兩三百的比起來 大概就兩百跟兩萬的差距 所以喝咖啡喝爆還是要升啦 但是其實只是一兩杯而已 那它那是特殊的冠軍 當然它是有點... 可是喝習慣了之後 你如何去超上喝那種咖啡呢? 就沒有辦法了 但其實就是說那個是因為冠軍才標這麼高價 那平常一般批次其實也沒有到這麼的難以接近 其實尤其像如果自己有在買咖啡來充足習慣的朋友 你會發現說因為我們一杯咖啡也是用10克20克 有時候講一磅多少錢好像很可怕 其實我們一杯也才用10克20克 那就還... 等於說一杯咖啡的成本可能幾十塊 那那個其實並沒有到那麼的難以接近 比起一般的便宜的兩三塊的豆子 一杯咖啡的豆子兩三塊也有 那種吃起來其實就像中藥 加點奶當然還是拉個花 看起來你也不知道 可是這一種的就是你就是這種好的咖啡豆 你一般就是手沖了 對我們建議手沖 然後我們都黑咖啡從熱的喝到冷的 是 有不同的溫度或不同的變化去品味它裡面的層次感 是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軍員幫我們帶來 哇原來第一顆咖啡樹 我好想看看當年英國人那顆樹的樣子 在三峽 但是發展到現在我們台灣的咖啡國家隊 搞不好也是真的世界數一數二喔 道頂帕苗謝謝軍員 謝謝軍員姐